另外昨晚非常精彩的还有表演 这是情歌天后梁静茹 不只担任表演嘉宾 同时她也是第六度入围最佳女歌手奖 魁威15年再站上金曲舞台 虽然最终没有能摘下后座 不过她长达7分钟的表演 带来一首首经典好歌 带给观众满满的回忆 而另外一位同样是入围歌后的王若霖 她穿上旗袍 以慵懒的嗓音献唱邓丽君的爱人 表现被不少网友形容 根本是吞CD演出 虽然最后没能夺下歌后 不过也以专辑《爱的呼唤》 夺下了最佳国语专辑大奖 情歌天后梁静茹 睽違15年再次登上金曲奖舞台现场 可是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疗愈歌声带领大家 进入经典回忆 今年梁静茹第六度扣关国语歌后 同时也担任表演嘉宾 把一首首好歌变成七分钟组曲 而同样单台表演的歌后入围者还有她 经验全场的王若露 穿着旗袍开插露出一双眉腿 王若露用细腻唱功和口气 把今年老歌唱出不同的音乐感受 也让她获得评审肯定 获得最佳国语专辑大奖 大家那么努力办一个 就是在疫情之中还可以那么用力庆祝的一个庆典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一部分 我觉得真的很 不知道就觉得很感动 虽然专辑并非原创 但评审团一致通过 认为王若露不管是耐听度还是精致度都很好 超出翻唱的难度更高 王若露又富有感染力的独特嗓音 运用自己的方式诠释 也替她夺下大奖 记者中的吧